收拾收拾东西 准备出发 离开这个不太近如人意的驻车地啊 藏起来 要不然车开起来容易垫下来 驾驶室 前两天 因为这儿离着机场比较近 所以把车停在这了 折光凉 今天这天气真好 虽然是已经立冻了 但是特别的暖和 另外现在咱们是在大连啊 房车还行中国的第435天 这么好的天气 只能搬家 搬家 房车就是自己的小家了 现在 这也太脏了 这也出去擦一下 想了一下午饭还是吃完再走吧 这订外卖挺方便的 早餐我是自己做的啊 鸡蛋葱花面粉饼很不错 到了大城市就这一边好了 给我喜欢吃的原味鸡 还有汉堡 再看其他东西 蜡白菜 这个 这叫做八黑粉 精选八种黑色物质 混合而成的这种粉 五天价 纯天然 这蜡白菜我必须跟大家推荐一下 之前在延吉带过来的 在延吉就开始喜欢吃蜡白菜了 让我买了 这得有七八十块钱的吧 这个牌子 我看他们菜市场有的卖的散的 这个蜡白菜都是这个的 如果网上有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吃饭啊 吃完饭 再出发 来 咱们先干一杯啊 走着 大连 不知道大家对大连什么印象啊 我对于大连的印象 小时候因为踢球嘛 大连这个足球队特别棒 还有之前来过一次大连 还很漂亮 只不过他那个沙滩 石头 石子比较多 不知道他有没有那种特别细的沙子的沙滩啊 再有这一次我来 感觉这座城市 真的是特别繁华 且拥挤 你看我去机场啊 他那个机场就建在城市里边 我找一些停车位 包括在网上也找了一些 机场周边的停车位 问了一下 房车都是不能停的 所以我停这边了 机场里边是停车 一天是一二百 所以没有停在机场里边 太贵了 原味鸡 来着啊 这叫什么搭配 酸茄酱 大白菜 辣白菜 都是酸的 欢迎中国以来 总的形势里程 五万四千零三十九公里 哎呀 后视镜 还折着了 得打开 好了 这个地儿 实际上下去都很困难 因为一看就知道了 不能从这个马路牙子直接下去 那不行 前边有一个坡 那坡呢又挺踩的 试试 撞这个牌子 那就这坡 好了 右前方是顶山公园 去一个离海边近的 找一个住车地 环境好一点 这地儿 你看我刚才就挺左边了 嗯 刚才这一路车都特别多 看这建筑 又密又高 大连就是辽宁 或者是东北地区 发展隐形的一级啊 其实它也就是百事来年历史 属于近代城市 当年就是清政府 建北洋海军的时候 才屡顺选为军港 这慢慢建起来的 直到今天 其实屡顺那块也是军港为主 大连这边呢 是商港为主 当年北洋海军战败以后 大连这座城市 日本站完沙俄战 沙俄战完日本站 关东周 就是给这块辽东半岛 日本那时候起的名字 所以这块的建筑 其实也有日本沙俄 在一些老的地儿 有这种感觉 这就很现代化了啊 前面 刚到的这个主舍地 非常不错啊 看一下位置 现在走的是 环游中国的第三阶段 从中国大陆的最南端 一直往北走 走到了最北端 然后换边境线 现在到达了 大连的这个位置 看一下主船底啊 怎么样 这个就是黄海了 新海湾大桥 跟地图也比对一下 看我额头床这一侧 这是一个游乐园 刚才这一直都是停着了 这刚启用 估计凑了点人 这个地方可以 出去转转 出去转转 这颗住车地 我是从前边贝壳博物馆的停车场进来的 他能沿着这边啊 自己选这个停车位 一次好像是10块钱15块钱吧 还是挺合适的 什么都很方便 你看看这景色 下边好多人钓鱼啊 哥们我没有鱼竿也不会钓 要是有的话钓上几条自己给做了 相当不错啊 沿着这海边往前走 在这看这个新海湾大桥 就更显壮观啊 这座大桥是大连市的标志性建筑了 总长6公里 看看远处 若隐若现的城市 再看这座桥啊 你看它是双层的 上下两层都是可以跑车的 有意思吧 这还有一哥们在放小飞机了 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 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 染红的山坡 你不过道别的路口 青春 带走了什么 留下了什么 你看这儿 这么多海鸥啊 一天更拥在 夕阳也快落下去了 海风吹着可舒服了 这边呢是星海广场 一会咱们上去看看 看看这个广场前边 这是一本书展开吗 我前面也是一个弧形啊 后边也是 有人在这 在玩滑梯 真有感觉 这一侧 后边星海广场 说是有两个天安门大小啊 非常的大 哇这座城市真是 真是很繁华 还有这种 浪漫的气息 和你又同样 感受 成长的坎坷 分享的片刻 当我 又再次唱起 你写下的歌 仿佛又回到哪 仿佛又回到那 是帮的河 入海流 终于我们分头走 没有那个港口 是永远的停留 脑海之中有一个 风花花开的路口